王菲当年被诊断出女儿纯恶劣坚持生下,如今11岁女儿长大每番耀眼的让网友睁不开眼。 王菲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女神,独特的唱腔,特立独行的穿著品味,代表曲《红豆》更是KTV必点的歌曲之一,深受许多歌迷朋友的喜爱。 王菲的感情生活也相当精彩,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了六段恋情,其中以李亚鹏、邓维、黎明、谢霆锋最受大家关注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王菲与李亚鹏,图片来源,每日头条。 王菲与谢霆锋,图片来源,每日头条。 而在众多恋情中,总共带给了王菲两个小孩,其中跟李亚鹏生下的小女儿,李嫣,在当时特别受到关注,甚至引起了媒体与舆论的大肆讨论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因为在王菲怀胎四个月时,医生就告诉她,小女孩有纯烈的先天缺陷,这对一般夫妻来说,都是一个相当痛苦的消息,因为纯烈的治疗过程相当容长,而且不一定能恢复到完全的样貌跟功能。 但是王菲却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的,就坚持要将小孩生下来,在当时也受到许多舆论攻击,被批评没有替小孩住享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图片来源,微信。 但是王菲从小就带助理焉参加各种聚会,鼓励她不要自卑,勇敢面对镜头,给她建立了发自内心的自信。 加上经过一连串的治疗之后,当初纯烈的痕迹几乎都不见了。 立焉就跟一般小女孩一样天真活泼,加上遗传了女神王菲的基因,真的是相当可爱啊。 近期媒体也拍到王菲带助小女儿立焉逛街,似乎觉得很无聊,一脸酷酷地望住前方,没有太多表情,王菲则留住招牌俐落短发,低头专心玩手机。 让网友看完纷纷留言,低焉和李亚鹏愈来愈想,那表情和气场完全复刻妈妈,这表情好像不想陪女友逛街的男友。 图片来源,凤凰网娱乐微博。 除此之外李烟还爱上了直播,常常与网友互动自拍与化妆技巧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在PongPoint 2018春夏系列发表会上走秀,也展现大江之风,台风相当稳健,表现让观众相当赞赏,网友也纷纷留言,果然是有王菲的基因。 非常期待她未来的发展。 可见深受众多粉丝喜爱,人气也快要不输王菲了。 外表的缺陷并没有因此打倒这个小女孩,反而让她更加的天开朗,真的是相当励志。 也让我们看到美不一定是要来自外表,新美人就美。